I was blessed with the skills to make a bitch feel like shit 我是三重代本本中带皮的波斯曼 最近一部电影刷爆了朋友圈 刚上大二的表妹哭着跟波斯曼安妮说 这是从看过最感动的电影 让我无论如何都要去看 于是波斯曼准备好指巾走进电影院 看完之后表情是这样的 然后立马查了一下 这部豆瓣评分5.0的电影 竟然是去年年末台湾的票房冠军 并且之后在香港上映 创下了台湾电影在香港30年来 获得的最好成绩 不仅港澳台内地也沦陷了 上映两天票房就已经破两亿 把漫威的惊奇队长按在地上摩擦 波斯曼的心情更复杂了 主要是这电影是真的恨狗血呀 哎怎么说 接下来射击退透 小伙伴们酌情观看 张哲凯也就是男一 有遗传性白血病知道自己快大了 所以强忍着这送人员 也就是女一的爱意 看他找个好男人嫁了 女一貌似不知道真相 去找到已经订婚的男二 准备挖墙脚 男一为了帮助女一挖长脚 跑去偷拍男二订婚对象女二的婚外情 男二得知自己被录之后痛苦不理 明明已经要结束的关系 男一还需要屁颠屁颠地跑去拿钱给女二 让他离开男二 最后男二解除婚约 和女一步入殿堂 然后剧情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原来女一早已看穿一切 为了让男一安心而假装喜欢上别人 把男二掺带之后成功上位了 又非要跑回来找男一殉情 那你让这么大的弯子是干嘛 何着比悲伤更悲伤输得是男二这个冤大头啊 哦 我懂了 都9012年了竟然还会有这种剧情 所以真爱就是直男直女同床共诊十几年 依旧更新一节 真爱就是快结婚的老婆还跟别的男的助力起 却一点不觉得自己很绿 真爱就是我得先跟别人结完婚再回来陪你去死 抱歉 这碗狗血喝得我有点上头 这分明就是一个绿茶表 绿帽侠和圣光男的故事啊 什么 自从知道这部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改编自2009年的韩国同名电影 我就觉得一切都说得过去了 因为那些年 寒风刮来的狗血爱情片都是这个路数啊 绝症 神奇的缘分 不能再及的真爱 当年也把我们这些情窦曾经初开的 无知少女感动得稀里哗啦过啊 那些年 波斯曼还没有经历过生活的稀里 爱情的折磨 全身上下都散发着粉红色的光芒 所以同样的路数 经过改编再感动一下我粉红色的大二表妹 也是合情合理的 台湾版基本上是照搬韩国版 但在选角和细腻程度上更胜一筹 这部电影有些地方还是很有亮点的 比如满屏俊美的脸庞 男一白血病晚期 却拥了一头浓密的卷发 但这卷发真的很好看 男二精致的鼻子 三十六位陈一涵满满的少女感 和水汪汪的大眼睛 女二的神颜和灵动的鬼鬼 演技方面虽然稍微生硬 但导演的细腻刻画和调度 显然把演员好的一面都拍出来了 陈一涵很适合演这种悲情爱情片 因为他哭起来很让人动容 结尾清新的善情音乐氛围 配合的都不错 所以这是一部很好哭的电影 直白的出你类点 像早年海角七号和我的少女时代 这种青春爱情片 虽然无法逃遍 但市场需要啊 老娘偶尔也想留留这种粉红色的类碎啊 你管我清楚啊